台南市農村社区生産很多農産品还有加工品 因为经营规模较小 较少有经营者会将農産品提供减严 如果没有经过较活加工程制作的農産加工品 也没有在在各大幅中通路中级 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就向中央争取这个经费 来扶植我们的农民 争取所谓的农药检测产流 以及产效履历验证 以及初级加工厂的一个验证 那等到我们社区获得这些验证通过之后 后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产销 电商平台的一个贩售 以及卖场的一个贩售 大概可以增加我们农村农民的一个收入 政府推动农村産业創新行销提供价位 协助农村社区来的农产经营者 拿到合法来定义 如果可以增加农村社区産品消息的官党 也可以提升农村的收入 希望可以经由这次的价位 把产销利利它的整个生产的过程把它标明化 希望能结合三号堂厂的文村园区 他们做一个结合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到我们西美社区来 我们当初成立加工厂就是希望平衡在地水果的供应跟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再拓展更多的同路 这种价位到每年九月三十好 欢迎农村均匀借到在地农村社区拥有报名参加 我们在新闻丹金虹来的选新娘拆风报的 这种价位就是新闻品开工厂 好